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假面騎士滅這個全新的地獄集關卡資訊 第一關一樣是兩隻修卡戰鬥員 一隻手消全光 一隻手消全木 只要死其中一隻的話 另一隻就會繼承 第二關的話是反強化 然後你不能手消到木 攻擊大概在3萬3萬1左右 接著第三關的話是最近剛出來的兩階段敵技 第一階段的話是大於等於八康 第二階段的話就是手消指定八了 那他如果來到第二階段的話 攻擊也會四倍 這一隻初始攻擊大概在3萬2左右 再來第四關有兩條血 第一條血是攻前盾 而且會讓你中毒90% 然後特別注意這邊還會讓你回復歸零 所以你要嘛就是兩回合內想辦法去破攻前 要嘛就是你隊伍本身防毒 這樣是比較安全的打法 二血的部分是要大於等於八康 那他也會五回合內把你技能鎖起來 然後注意這個鎖技也是兼具鎖攻的 而且這一隻打5萬8無視減傷 第五關的話是兩隻怪 左邊那隻是會讓你中毒70% 同時你要把木珠全部消掉才有辦法造成傷害 那他會把你全部的木先冰封起來 右邊那隻是復銷重置 第六關也有中毒這邊的話是80% 敵人會隱身起來 你如果讓他在隱身的時候打過來的話 你就會被鎖技加鎖攻5回合 那這隻進關的時候也會送你5顆風化 撞到就是扣1萬5 接著就來到王1 這邊的話是100%的減傷 那他打你之後就會減少這個減傷的幅度 同時你不能手消到暗 那這邊我們又看到一個非常討厭的東西了 就是回復顛倒 所以如果你的隊伍回復力不是特別低的話 你可能就要帶一隻可以讓你回復歸零的角色了 二血的部分是超級技能重置 這邊暗珠是沒有辦法被消除的 而且還會送你9格黑洞 不過這邊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不是在黑洞結束轉珠的話 他就是100%扣血打過來了 OK以上就是假面騎士滅的地獄級關卡資訊 帶大家搶先看一下 大家有什麼看法都歡迎下方留言 那也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噗